其實按照國民黨智庫所做的最新民調 我們剛前面有提到了 國民黨自己做的民調 國民黨都只剩下多少 13.7% 連民進黨一半都不到 而且按照台灣民意經紀會的民調 國民黨現在20到24歲的知識度 零掛蛋 你怎麼看國民黨現在這樣的態度 真的 韓國瑜來 搞不好民調都比現在國民黨高 我就跟你講說國民黨長期以來 沒有在經營年輕人這一塊 你真的是十年 你一個世代十年二十年這樣下去的話 我跟你講國民黨預告真的是沒有希望 我跟你講說最近民進黨的施政 有沒有讓很多人都滿意 其實沒有 我常常講說那個振興券 你看那個部長到處走對不對 大家都已經振興了 那你振興券在哪裡 你花到沒有 你看到振興券沒有 還沒 還沒開始領 那可是最近 而且接下來健保要漲價 健保很多是跟什麼衣材脫鉤 什麼東西脫鉤 你健保有沒有根深蒂固的 到底是社會福利政策 還是一個什麼政策 你要想清楚嘛 那有沒有人去監督 沒有嘛 就是那個號稱最大的 那個在野黨的那個 剩十幾%而已 他要監督什麼瓦鉤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是對台灣來講 未來來講是一個災難 那我就講說 陳時中做得好不好 他做得很好 那既然這麼好 民氣這麼高的話 會不會出來選松北市長 我敢保證一定選 一定選 我跟你講 他即使今天意願不高的話 民間黨也會逼你出來選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如果稍有意願的話 又這麼高的人氣的話 你再不出來選 你就真的準備回家退休了 就這麼簡單啊 你今天可以更上一層樓 可以說不然他拚死拚我做得好 我跟你講 他在防疫指揮中心的過程之中 他這麼努力在工作 就表示這個人想做事肯做事嘛 那你今天可以出來選 有機會的話 你會不會出來選 當然會啊 而且他說我本來準備好要退休 本來喔 所以人生每件事情都有可能 只不過就現在 你到底要選新北市 還是台北市 我跟你講喔 你到時候我們2022 還有將近還兩年的時間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可能他累積這個人氣 人氣如果不墜的話 到2022之前 你民進黨如果沒有出現一個溫氧 對不對 你當然兩年很多變數啊 包括你看這次監察院 人權的問題啊 委員監察委員的人事問題啊 還有很多我剛才講過說 健保的問題啊 還有很多什麼振興的問題啊 還有下一波的疫情 如果那個再來的話 秋冬的時候如果再來的話 你要怎麼去防疫啊 那這些東西都有沒有可能衝破民進黨的那個高支持度跟他的防線 當然都有可能啦 預測的話都有可能 那那個時候如果民進黨裡面只有陳時中能夠勝選的話 共識也要叫他出來算對不對 我就跟你說韓國瑜呢 韓國瑜不用啦 說實在話 他真的你如果要再選台北市長或是選什麼什麼直轄市長的話 對他來講根本就不可能嘛 因為你在歷歷在目在前面的話 你在高雄市 我講一句話 你被高雄市民罷免做 你來做我的市長 你說我講真正 我要遷護口 我不會再躲在這裡對不對 這麼老闆 所以不可能他會當市長 可是為什麼 他為什麼還能夠有保持他的能量 他最近說他很乖對不對 沒有什麼東西 問題是有一個曹環隆 還有一個一柱晴天節 你看 但是大家直覺就會想到韓國瑜 所以他根本不用出來落下手 我來跟你說他很厲害 就是他派一個阿嬤阿嬤派這麼小 都比你國民黨還強 所以你這個國民黨 真的是看我看我腳踏 包包起來好了 真的裡面 你連自己的路線都搞不定的話 這種黨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我在講實在話 我們要講到外國的那個 疫情最近其實 不是疫情 外國的那個情勢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中印邊界 發生很多問題 而且這最近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印度反中的情緒反罰情緒 已經到了高漲到一個極高點的 你知道嗎 之前雙方本來都要冷處理對不對 可是隨著說你印度20個人死掉 那個打死的那個軍人 從身上屍體一具一具運下來之後 你知道印度這幾天 那個老百姓看起來 尤其他身上那個傷痕 被那個狼牙棒這樣打死 那個狼牙棒一直給你撲出來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情況 這情況的話印度的民眾真的是非常激憤 已經到了一個會大的地步 他現在不僅 恨透中國了 對他不僅要聚買中國貨對不對 砸中國貨對不對 還要聚吃中國食物 還買中國商品這樣排華運動 那現在莫迪擋得擋不擋得住 當然已經擋不住了嘛 他也是一個民主國家意義 全民都在返華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可能 你看這影片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看到這個 我就是土石流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你之前給他建一個建築物 害我死20個對不對 燒發死20個 你現在再給我蓋這個的話 哇那個印度人民 人民不滿到幾點 他是赤手空拳就這樣吆嚇 呼嘯就這樣衝下去 你看多少人 看起來跟土石流一樣 你知道嗎 對啊 我第一眼看到以為土石流了 對啊 你看那個土石流那種情況 你看那個印度人已經討厭中國 而且他用肉身去擋那個挖土機 你就知道印度人 現在對中國人的那個討厭程度 到了什麼地步 那我們現在前幾天一直講到說 中國三峽大壩的問題 我一直講說庚子年真的問題很大 那庚子年你看那個 那個之前1840年就是鴉片戰爭 那接下來1900年庚子全亂 八國聯軍的話 中國還很亡國 清朝還很亡國對不對 接下來1960年大躍進 那死了超過一千多萬人 怕死人一千多萬人你知道嗎 所以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都在考慮說 那個印度長江 那個三峽大壩怎麼辦 我跟你講長江三峽大壩 最近連中國的那個學者專家 都告訴你說 你要準備好走路了 這真的很危險 他只要一潰堤的話 我那天講過這個壩堤 是用一塊一塊的 是沉到江裡面 那你會發現上下的那個浮動的程度 就是江水在衝擊的過程之中 他那個受擊撞擊力的硬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下面被衝倒的時候 整個下去之後 他們就講說長江大壩如果這樣潰堤的話 江水是直接從三峽大壩直衝上海 幾千公里那接下來你看六億人要受影響 而且你說最近中國人真的是不要臉到極點 他們我同樣是新華網跟央視的說明 2003年新華網講說 這個三峽大壩可以抵擋萬年洪水 萬年喔 2007年才過四年而已 他馬上縮水十倍 他說可以擋洪水千年千年萬年洪水變千年 2008年才隔一年 新華網就講了 三峽大壩可抵禦百年 都是用十倍 等比急速而且二零一零年 乾脆央視就講了啦 他就訪問一個這個長江水利委有沒有 那個蔡奇華他就告訴你說 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三峽大壩上 他就告訴你說三峽大壩是發電用的 不是防洪用的啦 他們只要是要發電不是防洪啦 所以我現在講 我們之前不是講了很多很多的那個書嗎 就預言書 我現在再介紹一本書 這個叫做孔聖整宗記 我稱他為乾蒙仔 為什麼 這青桃同志年間出的書 可是他是用孔子跟他弟子對答的之間 來預測國家大事 也是一夾子一夾子預測 所以我說是砍蒙仔 清朝可以去砍蒙 砍孔子出來問這樣 他裡面就講了一句話 庚子疾病廣 虎狼滿山窗 你看那個擺錢換生斗 對不對 河水沖斷船 我就跟你講說 下面就告訴你說 其實有蟲災啦 什麼稻子什麼災秧的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庚子年的話 疾病廣 虎狼是滿山窗的 就是山窗裡面 全部都是虎狼 就是大家就搶劫了對不對 現在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在搶了 已經各地小型的冥辯已經有了 對不對 你看擺錢才能換生斗 河水 沖斷船 我就跟你講 很多都是因為這個 講到河水對不對 那這裡面他就告訴你 孔子這樣講了對不對 那子貢也說啦 對不對 他們土地也說天降溫義 地起狼煙 狼煙就是有地方民變對不對 古米昂貴 無米好吃 河水犯煙 所以你看講的一模一樣 都是跟現在的 都是今年耶 跟現在的那個 中國的狀況很接近嘛 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講說 為什麼這個長江大壩 會出現這麼大問題 沒有發現 長江大壩蓋起來 2003年那時候 都是在減採的過程之中 當時的總書記跟總理溫家寶 那胡錦濤跟溫家寶 竟然沒有去參加減採 如果是這麼大的東西 為什麼 胡錦濤都是學水利的 那個溫家寶是學地質的 他們就不想躺這個渾水嘛 他們就知道說 這個是中國以後的千年貨壞 蓋完之後你看 2008年汶川大地震 2013年廬山大地震 2014年康定大地震 2017年久在溝大地震 對 為什麼 我今天把水堵在這個地方 在四川這個地方把他堵住 水這麼大幾千 億的那個立方公尺 對像 壓在這邊的話 你下面的板塊 會不會被壓會移動 那你說現在好 你已經壓成這樣 他在移動對不對 受壓面積不一樣 對 可是你今天要把這個大壩 弄掉之後 已經被壓下去的板塊 會不會再彈回來 會再移動 所以跟你講說 這個根本當初做了這個 只為了要發電 區區那種銀頭小利 你破壞整個水紋 破壞整個地理環境 我就跟你講說 接下來如果山下大壩 出了什麼事情的話 中國共產黨應該要陪葬 因為他是歷史罪人 實際上 我來講說